欢迎继续收看 最关心的香港的南部新闻 台湾第一协会为了提供 家庙两地击日击日击年 开始基盘评比外当 今年今年今年第三个 协会除了邀请占业典员 也分别在国地区 让社会者气氧平均 希望借到气氛的方式 挑战出有一个家庙两地 第一个书在现流泡地 请大家吃饮 虽然滴汤的泄水跟一般没有差别 但是这种地叫做家庙两地 那什么是家庙草茶呢 那这个家庙草茶 原始是由日本被发明出来 那经过我们茶叶改良场的一个引进 那经过了20年以上的一个研发改良 创造出现在的台湾的家庙草茶 家庙两地不是特殊品质 是日本发展的一种做的方式 在20年前 由第二个饮料作物改良场 将技术引进台湾 台湾的客户为了提供家庙两地 特别基盘并比华东 为什么我会做这方面呢 第一个 因为台湾茶真的是太竞争了 不光是在国内的竞争 而且国外也是一样的竞争 国外的部分的话 像中国大陆 他们人工也便宜 土地也大 种出来茶 相对的 它的价格会比较便宜 甚至越南等地 他们茶叶也是同样的情况 所以台湾茶要怎么样去突破 我就慢慢的思考到 家业荣茶这个区块来 台湾的客户表示 并比过程也像一般比赛地不一樣 除了有专业另外 付责变分 也在北中南四个地区 基盘高中处 让消费变分 以客观的方式 竞争油量的地味 也让消费变分 可以感受 家庙两地的资味 具有这个丰富的一个果香 然后滋味很甘甜 然后很顺口 那尤其很多的茶龙 他们大力的推广到国外 像到他们推广到这个欧洲 推广到这个东北 北美地区都受到很多 欧美人士的一个喜欢 台湾的客户 也希望陶贵 不敢做的方式 跟并比分析 来提供家庙两地 也借助行销台湾好地 记者说会常播的